9月27日上午,2018集新生军训汇报表演继总结表彰大会在大田径场隆重举行,在家校领导和武警仪春之队代表在主席台就坐,副校长罗正主持大会。 但随着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举,来自14个教学院的代表方队依次经过主席台接受检阅,大家以昂扬挺伐的军资整齐化一的步伐来展示军训的成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外国语学院和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共同组成的400人联合方队,通过阵型变化的创意表演,为母校6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后 获得会操比赛第一名的体育学院进行了对冽动作展示。 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的男生们表演了威武的军体拳。 校党委书记李宗盛向武警怡春支队赠送锦旗,感谢他们对我校军训工作的支持。 副校长梅光泉宣读了中共怡春学院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表彰2018年新生军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。 校领导和部队领导为军训队列比赛获奖单位、军训工作组织奖获奖单位,军训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获奖单位进行了颁奖。 党委副书记胡国锐代表学校党委、行政向全体程训教官表示感谢,并对2018级新生给予了充分肯定。 他希望同学们今后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,迎接人生的新征程、新挑战。 仪式结束后,校领导亲切慰问了参训官兵和担任教官的在校退伍军人,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,并预祝他们国庆节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